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消费税这一部分的最后一个内容 征收管理 这就是一个一星级的小考点了 做一般了解的东西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呢 一共列了四条 这四条里边 其实真真正正属于消费税自己的就一条 你就把它记住就行 因为其他的跟增值税都是一样的 你看第一点 叫做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跟增值税一样 那没法不一样啊 因为你销售应税消费品 它同时也涉及增值税啊 那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了 你说消费税的纳税义务是不是也同时发生 那就是根据它的销售方式不同 决定如何发生 比如说 如果那是人采用直接收款方式销售的 那就是收取销售款项 或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平均的当地 如果是采用脱收成付和委托收款方式销售呢 发出货物并搬脱脱收手续 如果是奢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呢 那就是合同约定 如果是预收货款方式销售呢 那就是发出货物 如果是委托代销呢 那就是收到代销清单 等等等等等等 不用我再说了 对吧 那如果是自产自用 移送使用 如果是进口 报关进口 这不都是增值税的东西吗 所以这块内容 你就按照增值税那号记就行了 为什么第三条是它特有的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委托加工业务 它不涉及增值税 因为纳税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为纳税人提货的当天 前面我们讲过嘛 是吧 作为委托加工业务应该是 如果受托方为单位 应该是受托方 将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交货的时候 来代收代交消费税吗 那既然交货的时候代收代交 那你提货的时候 自然就发生纳税业务 这个内容 是他独有的 就这一条还不好记吗 来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说根据规定下列关于消费税 纳税又发生时间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谁 A说纳税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 为纳税人提货的当天 没有问题 是吧 受托方发货的当天 交货的当天 委托方提货的当天 这都是一天 对吧 B说纳税人自产资用应税消费品 为移送使用的当天 没问题 C说采用委托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为银行收到销售款的当天 错了吧 采用脱收成付和委托收款方式销售 为发出货物并办妥脱收手续的当天 错了 第一说纳税人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为购买方收到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错了吧 采用奢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看的是合同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合B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纳税地点 纳税地点里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如果受托方为单位 由受托方代收代缴 所以要向受托方机构所在地交纳 如果受托方为个人的 由委托方收回后自行交纳 所以要向委托方的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去接交 好 第二条注意 纳税人如果到外县市销售或者委托外县市代销资产应税消费品的 于应税消费品销售后 要向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税务机关去申报纳税 咦 有没有疑问 肯定有同学看出来了 跟增值税不一样 如果增值税到外县市销售的话 那我们看在外出之前 有没有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说明 如果有说明 那是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 如果没有说明 应该是在销售地申报纳税 如果没有说明 也没有在销售地纳税 是由我的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来 追缴税款 对吧 那么这一块 为什么 全都是由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来管辖呢 这就是税种上的差别了 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 而消费税是中央税 所有的消费税是全额上交财政的 跟地方没有关系 好 既然跟地方没有关系 你爱在哪卖在哪卖 我管得着你吗 你在我这卖我也不管你是吧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找你机构所在地交起 但是增值税不一样吧 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 你在我这卖的 哎不行你别走啊 你这税的给我留下 我得管 对吧 涉及地方利益了 凡是涉及自己利益 自己都上心 就这么点事 那么消费税的大税地点 一般情况下 与增值税是相同的 什么固定业户 非固定业户的问题 所以大家只需要考虑 这两点不一样的地方就行了 其他的我也就不列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这道题说假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机构所在地呢 在S市 2021年2月 在S市销售货物一批 在W市海关 报官进口了货物一批 接受Y市的客户委托加工 加工了应纳消费税的货物一批 那么下列关于假公司上述业务 纳税地点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A选项说 委托加工货物应向外市税务机关 申报交纳增值税 那么委托加工业务 假公司是受托方 他提供加工劳务 那发生纳税义务 他是一个固定业户 他有机构所在地 对吗 正因为如此 那固定业户提供加工劳务 应该是向机构所在地交税 而假公司的机构所在地 是S市 那你这笔税款不能交到外市去 所以显然A的说法是错的 B说 委托加工货物应向S市税务机关 解交代收的消费税 委托加工应该是看受托方的身份 如果受托方是单位 由受托方代收代交 如果受托方是个人 由委托方收回后自行缴纳 在这笔业务当中 假公司是接受委托的一方 所以它是受托方 而假公司又是个单位 所以应该是由假公司代收代交 向假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交纳 所以交到S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C选项说 进口货物应该向W市海关 申报交纳增值税 进口货物要向报官对海关 申报纳税 正确 D说销售货物应向S市税务机关 申报交纳增值税 毋庸置疑 固定业户吗 是吧 所以向机构所在地交纳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BCD 好 再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说 下列关于消费税纳税地点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A说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 除了另有规定以外 应当向纳税人机构所在地 或者居住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固定业户 肯定是向机构所在地交的 正确 并说纳税人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 不在同一省的 由总机构汇总 向总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 申报交纳消费税 错了 原则上应该是分开交纳的 分别申报的 只有经批准才能汇总 C说进口的 由进口人或者其代理人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 进口应该是在进口地 报官地海关交纳 所以这是错的 D说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受托方为个人的 由受托方向居住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受托方为个人 应该是由委托方收回后自行缴纳 那就应该向委托方的机构所在地 来申报纳税 所以这个也错了 那正确的当然就是A了 好了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消费税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消费税内容远没有增值税那么多 也没有增值税那么复杂 但是他跟在他老公的屁股后边 就是让人感觉很头疼 是吧 你如果不把他老公搞定 你要搞定他 那就很麻烦 但是如果你把他老公搞定了 他就很简单 他老公是谁 增值税吗 是吧 所以在这儿 我们通过思维导图 帮大家再做一个整体的回顾 在这里边 首先我们介绍了消费税的税务 消费税的税务一共有15个 这15个税务给了大家 一个记忆的主线 叫一个社会小青年 遇到了白富美 变成了高富帅 最终报得美人归 你现在按下暂停键 自己说一遍 能不能把这15个说出来 检验一下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可以的 是吧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了大家一张表 这张表中列示了各个税务下边 哪些是应征消费税的 哪些是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这个表考试非常频繁 要求你回去 自己把它挡住 对着去说一遍 你比如说 烟 包括卷烟 雪家烟烟丝 不包括谁 烟烟 酒 包括啤酒 黄酒 白酒 其他酒 但是没有谁 没有料酒啊 是吧 哎 这些东西你就对着去说就行了 在这儿 我就不给你们一个一个废话了 那么尤其注意 以前有 现在没有的 一共是三个 分别是汽车轮胎 酒精 还有小排辆摩托车 另外注意一下 木质一次性筷子的全程 征税范围 重点中的重点 核心中的核心 他们俩考试中一定是结合在一起来出题 生产 委托加工和进口 生产 单一环节纳税 看清楚了 什么时候交 移送使用 看他用来干嘛 对吧 委托加工业务 要能够去判定 是不是委托加工 那么委托加工收回后如何处理 要会处理 进口没什么说的 零售 注意金银首饰 薄金首饰 钻石及钻石食品 注意超豪华小汽车 批发注意 卷烟 一定能够判定 他是不是批发 这些内容 我们在征税范围那给大家说过了 在这儿咱也不废话了 消费税的税率 包括比例税率 定额税率和复合计征 这是税率形式 要求必须记住 定额税率和复合计征的 定额的三个 啤酒黄酒成品油 复合的两个 卷烟白酒 必须记准 另外 讲了核算水平和套装的问题 核算水平没什么说的 从高使用 而套装的问题 注意一下 无论是否分别合算 一律从高使用 税额计算当中的基本计算 从价的 从量的 复合的 都得会算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很简单 那注意一下单位换算的问题 那么特殊情况下的话 一定注意 如果是一送 非独立核算的门 是不是对外销售 那是按照门市部 对外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 必须是非独立核算 然后换底头 按最高销售价格的前提是 你得计算消费税 如果计算增值税 那得是平均销售价格 包装物押金的处理 注意一下啤酒 啤酒是从量定额征收的 谈不到 价外费用的问题 白酒的品牌使用费 没什么说 这个就是 价外费用 组价 重点 必须得会 组价必须得会 资产自用 委托加工和进口 考题量非常之多 以前只要求从价的组价 现在还要求复合计征的组价 但是组价永远都是这样 你要么是两块组成 非应税消费品 要么是三块组成 从价计征的应税消费品 你要么就是四块组成 复合计征的应税消费品 那到底是什么 你看看是什么组价 自产自用的组价 成本利润 委托加工的组价 材料成本加工费 进口的组价 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 就这家东西 应税消费品 以纳税款的扣除 注意一下九项范围 我们建议大家记得是不能扣的 第一个特殊商品 都有什么 酒类商品 高档手表 烧油的 小汽车摩托车游艇 是吧 然后再有 就是涂料电池 然后第二类 纳税环节不同不能扣 用以税珠宝玉石 加工金银手势 不能扣 第三个 如果连续生产 非应税消费品 不能扣 好 如果能扣怎么扣 按生产领用的数量来扣 领用数量如何确定 会计上 划钉子库来解决 那么接下来 就是征收管理 纳税业务发生时间 绝大多数都跟增值税一样 只有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委托加工业务 委托加工业务 是委托方提货的当天 发生纳税业务 而纳税地点 绝大多数都跟增值税一样 两个不一样的 一个是委托加工业务 看受托方的身份 受托方为单位的 由受托方 代收代交 向受托方 机构所在地交纳 受托方为个人 委托方收回后 向自己的机构所在地交纳 第二一个 就是如果 到外线市销售的 一律是由 机构所在地 税务机关 来征收消费税 因为它是 中央税 所以整个消费税 学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 整个消费税的核心是什么 委托加工业务 如果消费税学完了 委托加工业务 你搞懂了 那消费税 你也就学懂了 如果消费税学完了 委托加工业务 不懂 等于没学 请你从头再去听一遍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 消费税结束了 因此这一章 我们的课后作业 剩余的部分就来了 首先请大家复习 应试指南第二篇第五诀 人生初见的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内容不多 229页到236页 复习完毕之后 练习心有灵犀的剩余题目 包括单选题的25到37题 多选题的28到35题 判断题的13到17题 除此之外 不定向选择题 我们今年给大家 进行了一定的删减 只保留了四道题 但是都是最经典的题目 好好的 把它 看懂 练会 一步一个脚印 砸词式了 我们再进入下一章 因为到了下一章 所得税 很多的思路 又要重新的去梳理了 那我相信 同学们学完了这一章之后 其实已经对税法 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了 至少我们理解了 什么叫站在国家的角度 思考问题 至少我们理解了 什么叫国家不吃亏原则 至少我们理解了 什么叫税收公平原则 至少我们理解了 收税 你得讲理 是吧 这些都是学税法的三观所在 我相信随着同学们 对税法学习的深入 你对这些基本要求的感觉 也会越来越深刻 那么税法一定是越来 学起来就越简单 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们都是好孩子 好了 我们这一条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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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